独特的中医清除血液毒素疗法治疗顽固性水肿尿蛋白 水肿和尿蛋白是慢性疑难性肾病的两大临床表现 之所以把肾病定性为慢性疑难性疾病 就是因为患者的水肿和尿中的蛋白非常难以清除 具有极强的顽固性 水肿和尿蛋白之所以难见效易反复 其根本原因是肾脏内的毛细血管和各种固有细胞出现大面积的溃乱造成的 而溃乱的原因则是肾脏聚集了大量的炎症因子 而这些炎症因子的大量聚集是因为人体内的大量毒素滞留于肾脏血管内导致的 炎症因子聚集在毒素周围是为了通过发生炎症反应而清除这些毒素 由于毒素量大可以引起过量或过度的炎症反应 结果不但毒素未清除 反而导致了肾脏固有细胞的外死和毛细血管B的溃乱 大量的血和蛋白在溃乱的血管中漏了出来 这就是水肿和蛋白尿发生的原因 该病之所以难治久之不遇 是因为这种炎症因子不是外来的细菌或病毒引起的 而是人体自生的毒素过度营养物积累引起的 也就是人体自生出炎症因子要清除这些毒素 医学上把这种炎症反应叫做自体免疫炎症反应 其身体内毒素过多引起的免疫炎症反应 也称作氧化应急反应 为此顽固性水肿和难治性尿蛋白 也称作过度免疫炎症反应 或过度氧化应急反应后遗症 该疾病之所以难治是因为医学界至今还没有找到清除这种炎症因子的根治药物 我们医院治疗效果好 也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这种药物 而是因为我们不直接清除炎症因子 而是发现了清除引起炎症反应的大量人体内毒素 我们是怎样清除人体血液中的毒素的呢 我们是受到了我国三千多年前的一部医学经典 《皇帝内经》中的清除人体内积聚的毒性物质的思路启发的 然后在先贤的指引下找到了药物和疗法 并总结成我院独有的四加七疗法 也就是四个医疗法 加上薰针、药酒、药育、涂擦、耳针、穴胃肤贴、中药灌肠等七个外治疗法 取得了消水肿、蛋白尿上的显著疗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